來看一些簡單小題目 25度C下列迅速何者正確 第一 純水是中性的 但中性不一定是純水 鹹水也是中性的 所以A是錯的 水會自然解離 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 所以任何水溶液 不管你是酸性、中性還是碱性 裡面一定有氫離子 一定有氫氧根 只是有的比較多或者比較少而已 所以B是錯的 C跟豬如果中性容易的時候 氫氧的濃度會等於氫氧根離子的濃度 如果雙的話氫氧會多一點 碱的話氫氧根會多一點 所以C是錯的 豬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叫做豬 這就是立體08 簡單小問題 停車站接問 有關於PA級值的係數何者錯誤 有關PA級值的係數何者錯誤 帥哥男叫做33號 33號 33 33不在 自由班 自由班 那就換一另外一個帥哥叫做25號 25 25 請假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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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你選的叫做C 請說 你選的是C PH值是用來表示酸鹼性的 所以A是對的 PH值越大表示氫濃度越小 就表示越鹼 好 氫濃度越小 PH值越小代表氫濃度越大 表示越酸 B是對的 中心溶細PH等於7 株是對的 酸性的話 PH要小於7 然後PH小於越小 就表示酸性就越強 氫濃度就越大 所以是錯的 所以答案就選C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21 OK 好 下一個例題 請問你誰小於7 那就是要判斷誰是什麼 酸性的 PH小於7還是酸性的 氨 氨水 鹼性 碳酸鈉 碳酸氫鈉 這個後面會交到 它溶於水也是成弱鹼 所以它的PH值大於7都是錯的 你可以確定 三氧化硫 然後呢 溶於水會變成硫酸 我們以前應該有提過 所以它酸性 所以小於7 所以答案是B OK嗎 OK 22 什麼PH值一定大於純水 大於純水什麼意思啊 大於純水是什麼意思 純水的值多少 7啊 大於7 大於7什麼性啊 大於7什麼性啊 小愛小女生叫做 13 沒有13 沒有13 今天怎麼都抽到沒有的 分 8號 你還問別人 8號 豬 請坐 答案豬 PH值大於純水大於7就是鹼性 天然的雨水一定有二氧化碳 碳酸是酸性 番茄汁是酸性 小素材的碳酸氫鈉 是弱減 但是後面會提到它 所以答案就選豬 OK 好下一個 這裡就給了這樣當當當 問你清零脂濃度的次序 這裡要注意 這個是一種喜歡考的提醒 請你排次序給清零脂濃度 或者是給酸鹼質變色 比較討厭的是給氫氧跟濃度 然後請你排兩種次序 一種是清零脂濃度次序 或者是排PH值的次序 這兩個答案正好 相反 注意 然後判斷它酸性中性還是鹼性 比較討厭的事情是 如果給的是清氧跟 怎麼會變成清離子 我後面會講一次 你先思考 如果題目給的是清氧跟離子濃度 可是我要排的是清離子濃度 請問你 我怎麼樣從清氧跟濃度 變成清離子濃度 我後面再凝視你 現在請你先回去思考 我要如何變 請問你這次序如何 這個次序如何 來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35號有嗎 35 沒有 沒有35 24 24 24 你選擇的答案叫做豬 請坐下 清氧跟濃度是酸性 會大於中性 會大於鹼性 加不是電解質 要你背的 酒精 所以中性 那 又到水中清氧化那 那減性 硫粉燃燒二氧化硫 有亞硫酸酸性 所以呢 平大於甲大於 所以答案選豬 簡單小問題 就是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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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